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肉肉速報 在3月17號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一些媒體的平台有適誅一則新聞 是在講《超級轟炸超人 R-Online》這款遊戲 即將要在家用主機上以及Steam上提供數位版的免費遊玩 要結束在Google串流平台Stadia的獨佔 新朋友老朋友可以跨平台遊玩 這也太讚吧 反正今天都速報了一則好消息 那就順便來介紹一下這個轟炸超人吧 轟炸超人這款遊戲是由高橋名人開發 Hardson Soft公司製作的 應該有玩過轟炸超人的朋友都知道 遊戲開始的時候都會有一個 BiHardson 這一個slogan 不能略過 不想記得 都不行啊 然後這個轟炸超人算是街機和迷宮風格的遊戲 首次發行的時間是在1983年的家用電腦 1985年移植到FC超人主機上 這個高橋名人聽起來很噁熟 是因為有一款在1986年推出的名為 高橋名人之冒險塔 就是以它為原型製作的遊戲 沒有想到一個人竟然可以被當成遊戲的主題耶 這也太有趣了吧 再來說說轟炸超人吧 對於七年級的我來說 接觸的時候已經是在超任上的那一種 三百合一之類的卡帶裡了 就算是這樣對於當初還是小鬼的我來說 除了一直亂放炸彈 然後什麼都也不懂 隨意的碰到怪物就送命啊 然後也只能看著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們玩的 好像很開心這樣 但即便是這個樣子啊 我還是覺得這個遊戲很討喜 看的是非常開心啊 轟炸超人的遊戲規則其實相當的簡單 在FC版本時期啊 作為機器人助講的轟炸超人 要把路上的強石炸開 然後找到下一個關卡的門 在隨機的強石裡面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提升武器的道具 我通常開局心裡就會想說 要趕快拿到這些道具啊 因為根本就沒有想要去炸人嘛 基本上抓好敵人跟自己的距離啊 擺好炸彈就可以把敵人送到天國去啦 然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擺放炸彈到它爆炸的時間大概是3秒鐘左右 炸彈呢會以十字形的方式爆炸 小時候放完根本就不知道就在原地自殺了 又或者是沒有拿到踢炸彈的道具 然後把自己關廁所炸死了 也會有沒有計算到火力啊 然後自己被波及到然後死掉這樣 種種的死法相信很多玩家都已經經歷過了 轟炸超人自從1983年到現在2021年 這38年間一共發行了至少80款遊戲 都是跟轟炸超人有關的 實在是有夠誇張的 我真的不敢想像自己要玩過這80幾款遊戲 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遊戲都跟經典款一樣的玩法 後面的作品已經發展成了動作啊 意志類啊 角色扮演啊 動作角色扮演等等不一樣的遊戲類型 那這麼多遊戲類型的發展 也不可能只讓故事讓你殺敵炸怪物破關這麼簡單而已啊 為了讓遊戲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故事 這個其中也發展出了一些不一樣的重要角色 甚至到2000年的秋天啊 它還推出了改編版的動畫 一個遊戲能做到動畫都出現 你想想看在以前是多麼厲害的一件事情啊 那遊戲的地圖呢 從以前經典款的綠底咖啡磐啊 到現在已經發展出超級多不一樣情境的地圖 每個地圖裡面都會有些相對應的功能 像是有些地圖算很輸送帶啊 如果你把炸彈踢過去 它就會照著出木板前進 一樣過三秒之後爆炸 那常常自己也是會把炸彈踢過去 自己被炸死的那種好笑情況 那轟炸超人這個遊戲啊 在我小的時候到長大的過程 基本上沒有因為玩這個遊戲 感到生氣啊或是憤怒啊 因為它其實實在是太歡樂了 讓我不禁想起在國中時期的時候 為之瘋狂的一款類轟炸超人的遊戲 叫做雪克星球2 當時對我來說算是還蠻早期接觸的網路遊戲 畢竟以前網路不是說那麼盛情發達嘛 那我也是經歷過速機時代那種 嗶嗶嗶的聲響這個樣子 那當時雪克星球在玩的時候 跟轟炸超人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畢竟是一款延伸的遊戲嘛 一定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那在最困難的就是 它有一個逃命的彈跳裝置 然後還有就是把火箭直接送出去的那個炸彈 那我們當初在練的就是 在距離敵人零距離的時候 放炸彈然後跳起來逃命 那個時候練真的是練到快瘋掉 但是最後還是把這個技巧練成了 雖然話是這麼說 不過最後這個遊戲 還是被當初紅豆半邊天的淡水阿給給取代了 超級轟炸超人R Online 發行時間是在2020年 在Google的串流平台 Stadia上發行的一個獨佔遊戲 不過這件事情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不過對於轟炸超人R我倒是有印象 因為它就是在Switch上推出的 是轟炸超人R作為基礎進行移植的最新作 變成了轟炸超人R Online 那我記得當初我也有購入那個Switch版本 但是玩起來的感覺跟以前不太一樣 因為整個畫面變成3D的風格 所以視角上跟那個瑪莉歐3D有點像 就是會有差異 然後你導致可能會炸不到 或是被炸死然後就很難過 而且在玩的過程我發現好像沒有以前這麼靈敏 你反而很容易滑出去 這一點不知道在Online的部分有沒有修正 但是在新版本中 玩家除了可以對自己操縱的角色 與使用的炸彈進行自訂的調整之外 炸彈不但可以設定外觀 還可以自行設定暴風顯示的模樣 最大最大跟Switch差異的特色 就是增加64人的線上大亂鬥 BATTLE64的這個模式 欸等一下 這個不就是糖豆人丟炸彈版嗎 不過這個64人的大混戰 可不是把你們全部都塞在同一張地圖裡面喔 而是分成了好幾個不一樣的區域 每個區域都有門互相連接 不過通往各個區域的門 只有在那個特定的時間才會打開 開啟之後他自己就會倒數關閉 如果你沒有及時進入的話 你可能就被淘汰了喔 透過這樣的遊戲模式 看誰生存到最後 真的是糖豆炸人啊 PCM加基的免費遊玩上限時間 預定是在2021年內 到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又可以掀起 一股類似糖豆人那樣的風潮呢 至少我們頻道 一定也要開一個直播 來跟大家炸一炸去吧 開一個天下第一炸彈大會之類的 到時候請大家記得要參加啊 影片如果有任何有錯誤的地方 請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做修正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按一個讚喔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跟建議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拜託先幫我按一個讚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